弟兄姐妹,主内平安,欢迎收听《清晨甘露》,今天是10月4日,我们要默想的主题经文出自《撒加利亚书》14章7节 到了晚上才有光明,我们常用悲苦的眼光往前看我们的晚年,忘记到了晚上才有光明 有很多圣徒一生当中,最好的时代乃是老年的时候 当水手到达永生的岸边时,必有和风吹拂他的面颊,海中的波浪也少了 虽然下临深渊,但仍平静异常 他老年的台上已不再有青年时代的熊熊而烈烈的火花,但仍存留着纯青而热成的火焰 当他进入那美地,那乐土时,简直是在地如天 那里有天使福意,有临风熏陶,有乐园的启花,有萨拉福的歌声 有的人在这里居留的年份多些,有的只有几小时就离开了,但那是地上的伊甸 我们当可慕早日投到他的阴下,等到果子成熟,我们的盼望就得心满意足 落日比正午时更大,当他膝下之时,云霞千缕,金光万道,齐来簇拥着他 苦痛不能伤损暮年的平静和甜美,因为软弱时必有完全的力量忍受那一切 生命到了夜晚之时必饱餐上好经验的家国,灵魂也准备享受安息 主的民也必在死时享受光明,不信的人悲哀万壮,阴影降临,黑夜来到,生命告终 信的人却不是这样,黑夜快要度完,真正的白昼就在眼前 光,永生的光,天赋慈面的恩光已经来到了 在你的床上抬起腿来吧,看那迎接你的众圣,天使护送你 亲爱的,再会吧,你去了,你再招手,现在光明已经来到 珠门大开,黄金街在碧玉光中光彩夺目 我们合上眼睛,但你能看到所不能看到的,再会吧 弟兄,你在晚上有了光明,这是我们现在所没有的 我会看到的,再会看到的,再会看到的